大家好,我是美食阿鹏 炒豆芽,我们都会炒 但是怎么炒出来,清脆爽口 好吃不出汤呢? 其实,做法有一定小技巧的 今天就把家庭爆炒绿豆芽的做法 分享给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清水里面加入一勺食盐 把豆芽浸泡5分钟 这样可以去除脏东西 还可以提升豆芽的口感 清洗干净以后,放到一旁 控干上面的水分 水分一定要给它控干了 这个时间,准备一颗红椒切成丝 再准备一颗青椒也给它切成丝 切好以后,跟豆芽放在一起 接着再切点小料 三颗大蒜切成蒜末 一节大葱切成葱花 全部切好放入盘中 然后再准备一些干辣椒段,备用 接着小碗中倒入一些松鲜鲜酱油 再加入一些香醋 一勺食盐 再加入一些松鲜鲜鸡精 一点蚝油 适量的白糖 把调料搅拌均匀以后备用 接下来起锅烧油 油热以后把小料放进来 开大火,把小料爆出香味 小料炒香以后,把豆芽放进来 开大火,快速把豆芽翻炒均匀 锁住豆芽的水分 炒好以后,把调好的料汁倒进来 继续保持大火翻炒 把豆芽翻炒5秒钟左右 这样炒出来的豆芽清脆爽口 不出汤 炒好之后,盛入盘中,美味继承 炒豆芽你就照我的方法去做 超级的好吃 看完,记得给阿鹏点赞关注 评论转发 下个视频,再见